白左在伦理上显然比右派更强调个人自由 至于大陆的情志只有权贵的性自由 却对本性例行伦理管制 那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只要看看最近的两个热点 一个是张高丽的那个事 马上就被删除了 张高丽和彭帅的那个事 另一件事就是老百姓的 就是李云迪 李云迪所谓的嫖娼被吵得沸沸扬扬 被上纲上线搞得很严重 这个是和西方的左派是完全不一样的 西方的左派最喜欢讲的就是那个什么同性恋 异性恋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那就是完全自由的了 秦始皇室的社会主义者只强调 北姓要顺从皇上的管制 黄恩只能感谢启荣问责 是吧 我们现在有些人 比如说梁朝伟 香港的梁朝伟先生就说 中国人和西方人不一样 中国人就喜欢秦皇汉武 是吧 没有秦皇汉武 他们就活不下去 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胡说的 是吧 那你没有选择 当然没有办法 但是只要能够选择 中国北姓并不喜欢大政府 因为他们建惯的都是那种只为皇上横针暴恋 却不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品 那种官府 他们建的大政府 他没有建过西方的所谓的福利国家 是吧 老百姓可以对官家的福利进行问责的 是吧 你提供了福利 老百姓也不感谢 是吧 但是你不提供 老百姓就会向你问责 是吧 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是吧 所以他们不喜欢大政府 是吧 因为他们建惯的其实都是朝廷 是吧 就是 他们建造的大政府 都是只为皇上横针暴恋 而不提供什么保障的 是吧 因此他们对官家福利也很少指望 是吧 是吧 是吧